学历史的 一般三观都比较正 为什么 以史为尽 以史为鉴 最近看历史剧《走向共和》 理念李鸿章跟圣轩怀谈论关于权力的一段看法 堪称经典 颇让人生发感触 值得学习 圣轩怀 卑职今天长了见识了 李鸿章 怎么长见识了 成 我在屏风后面听的真谢啊 大人是杀一个 射一个 将一个 击一个 一下子凝聚了军心 焕发了众将中勇的气概 李 我这辈子 大半生都在军中度过 这点办法 人也不足为奇呀 成 但在卑职看来 这实在是用兵之大手笔啊 只是卑职还有一事不太明白 大人您为什么不追查军舰走私一案呢 略微思寸一下 李鸿章说 水师不能乱 军舰走私一案 牵射面太广 好几艘军舰 一大批官便水手都牵扯进去了 若追查 势必引起军心浮动 朝廷阅兵在即 稳定要紧 成 卑职冒昧 卑职不懂得兵法 但总觉得 军舰走私 是关国体啊 您总应该抓一批 杀一批 才能够起到敲山正虎之势 您视而不见 总不是个办法吧 李 要杀人 没人比我更便当 北洋在守 军权在握 想杀谁 使个眼色 就会有人忙着帮我去杀 正所谓 身怀利器 杀心自起 为官者 不可不戒 倘若有了生杀之权 就是杀无忌 有了行政之权 就作威作福 有了度知之权 就为己敛财 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力 比如说啊 县衙的差役 收税的小力 官员的随从 如果把权力都用得 无所不用其极 那真是国将不国呀 性孙恶 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 第一要紧的是什么 不是运用权力 也不是滥用权力 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雅 为官者 有权力 一当有原则 有规矩 有弹性 原则 规矩即底线 边界 弹性即空间 于地义 试问 鼻子和嘴巴都堵上了 还怎么呼吸呢 唯有等此以 成 中堂 此番议论直追古则先贤 当为今世为官者 介雅 礼 张相帅大财 以为文章签古事 一支笔 可以指导天下苍生 或许他可以做得到 但是一个干实际事的人 一手不能遮天乐 我的恩师曾文正弓 一手锦绣文章 一生精事致用 可他所影响的 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我也只能学得他老人家一点皮毛啊 我的这些诛心之论 也就是用来常常提醒自己 对于我手下那些当差的 只是眼巴巴的丑住 盼他们能够略羞几身 得行职守 遇事有所警戒 哎呀我讲十分 他们能够听五分 十行一分 我就知足矣